大家好 今天是小年夜 我要藉著這個機會 向台灣人民以及全球各地 過農曆新年的好朋友拜個早年 去年是辛苦的一年 我記得也是從農曆新年開始 疫情陸續擴散 全世界的人們生活都被攪亂了 今年隨著全球疫苗的施打率逐漸提高 希望不只台灣生活如常 全世界也可以恢復正常 對於疫苗的取得 我們採取外購與國內研發雙軌並行 先取得的疫苗 將會讓最前線的醫護人員和醫藥人員優先施打 後面陸續到位的疫苗 也會逐步規劃施打的順序 讓大家都可以受到疫苗的保護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在國外的台灣人 無法回到台灣過年 也有一些朋友 現在還在集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隔離 我要謝謝大家的配合 也要在過年的時候 來問候大家 祝福大家不論身在世界的何處 都平安、健康、萬事順利 等到疫情趨緩都可以恢復交流 一切如錫 當然 新年都要許願 我希望今年所有的台灣人民 都像去年一樣 團結、真有力 我們一起來扭轉疫情、扭轉乾坤 經濟更繁榮、景氣更長旺 祝大家新年平安 新年平安 客家鄉親 新年拥起 西海太平安 有許多講粵語的朋友 過去一年 謝謝大家繼續關注我的臉書 我也要請你們相信 民主制度也許不完美 但依然是目前為止 人類社會最好的制度 請大家抱持信念 不要放棄 也跟大家說一聲 聖年平安 最後祝福全球的華人朋友 都有一個美好的農曆新年 也祝福全世界的人們 新年快樂 Happy Lunar New Year